哈喽大家好 今天我们再分享一种冬季大白菜的家常做法 首先白菜洗净切成丝 梗可以切细一点 叶子切宽一点 最好分开放 再早早泡了一坛粉丝 准备小小一块咸肉掉鲜 我们把它切成薄片 因为这块咸肉腌得太久太咸 阿拉刚这里就一裸一的 所以我把它隔夜就浸泡了 否则很容易烧出一锅 难以入口的咸菜汤 放一点油 咸肉先煸一下 油温温的咸肉就可以下了 煸透 煸透 我们就煸一些料酒 然后把菜饼鲜下 煸好 煸炒到菜肝出水 我们再下菜叶 一两分钟后 菜叶也缩水了 我们就可以加入泡好的粉丝 粉丝最好把它剪断 冬天的时候可以换白萝卜 切成条 早早的跟菜根一起下 干匀后 过个半碗水 让菜煮烂 粉丝也胀胀开 盖上盖 慢慢等个几分钟 最后呢我们调个味 够咸我们就不要放盐了 尝尝味道 撒几粒糖 不要吃出糖味的份 翻匀就可以出锅了 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